这偶遇了一个一家三口 那个是白色的是妈妈 这个黄色的应该是狗爸爸 中间那个很明显是个小狗仔 因为他还没长大 让爸爸抢去了 小狗仔没捞着 你说这当爹就是不行 一点都不知道疼孩子你说 刚出发没二里路 后半的轮胎突然间报警没气了 现在打着气 给他往里蹦点气 我刚才检查了一下也没砸 但是就是缺气了 4.3个气压了 这个气压打到给他打到4.5就可以了 我刚才看见这里边这个公子板有点平了 你们说没事吧 然后那个我听那个别人说 这个公子板可以再加一片 不行的话咱们就找个地方再加一片工子板 完事了再收拾起来 哎呦妈 管都有点烫手了 ok了再给他放回车里 继续出发 应该没啥问题了 再一个人就是字啊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一个人想吃啥吃啥 这会儿出来就是有秋天的感觉了 到处都开始装花生 摆包米 这次咱们出发的目的地是贵州第一大载 大家网友给牛说 牛啊你要去贵州 你可以做好心理准备 他是这么说 他说贵州是五三日晴 下雨你自己想 意思就是雨水多 他说下雨的时候会特别冷 特别潮湿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省得到时候闹心 真的是这样吗 贵州我可是一次都没去过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了解 贵州的网友集合集合了啊 又来贵州了 咱们这次贵州之行 在路上看看能不能找个伴 但是直线女的啊 男的我可不要啊 只限女性 俩女的都有一台 三个女人更好玩 三个女人一台行 那一天可有热闹 前面有个仙高杆 哎呦喂妈呀 能过去不 啊没问题 没问题 开这种车吧 出来就是得多注意什么 线高啊 线狂啊 今天是早上有意思了 竟让我走这些港大胡同的小地方 是不是想让我体验一下秋收 这趟厨房咱就不走高速了 走向道慢慢处理慢慢走 等到十月一的时候 高速免费 咱在上高速跑两天 能省点费用 能省不少 这次咱们的出行呢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这次旅行的路上 一定得勤俭节育 第二个目的 减肥 一场病 把我从那个 一百一十来劲 一下子给我催到了一百次 所以说我还得努力 再恢复到以前那个 一百一十多劲的体重 减肥也是个很痛苦的事 所以说这次旅行 这次旅行的 两个目标 必须得完成 中了我得那个研究个地方 买点菜 看看哪有卖菜的 咱们买点菜 凡是在研究一个晚上的住车地 研究好了以后咱们再聊 拜拜 爱你们